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由先带你来看 2024世界除亡台北新闻 台北争霸赛美食嘉年华开幕 厨师透过竞赛提升国际视野 精进厨艺 期望创造更好的专业能力 来自美国 韩国 葡萄牙 日本 港澳 荷兰 马来西亚及加拿大等八个国家 超过200个选手在实践大学竞赛 教诸世界储王的殊荣 连续三日 世界储王台北争霸赛美食嘉年华 带来精彩内容 除了厨艺竞赛 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作品 美学食堂示范教学等周边活动 规模胜大 我想这次在经过国外八年以后 我们这次最难得的是 还在这个疫情过后 还能够邀请 大概十个国家地区的 来自全球 大概澳洲 欧洲 美洲 然后加拿大等国家 大概有200多位选手来参加 这个是我们海外选手的部分 那我们台湾选手 这次也非常的踊跃 来自全台湾 有北中南的我们的好手 也都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 所以就比赛规模来讲的话 是我们历届以来 所有国际赛事 国际厨艺赛事最棒的一次 这个是我们的规模 那当然这次的特色是 我们除了比赛以外 为了让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参与 所以我们集结了银下夜市 还有原住民美食区 还有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胖卡美食区 希望我们的所有民众来这边 除了赏厨艺以外 还可以品美食 这一次我们是世界厨房折霸站 在台北办 那这个是在八年 这个睽違八年之后 再重新的回复来举办 那这一次的这个规模 比之前的都来得大 除了这个选手的比赛以外 我们另外还有这个美学的展览 给人家看我们这些 经过不管是蔬果雕 或者是这个翻糖 其他的各种的我们美食 来做一个展示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 那另外还有就是美学 也是美食教学 这个也特别请了很多的大师 在这个现场 来接受民众的提问 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他也会现场的作答 同时呢 那在晚上 有两场的这个主厨的 所谓的这个中博塞之夜 那也会用这个扮桌的形式 来宴请这些比赛的选手 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 我们地方上的士生 跟我们的一些贵宾 那在这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就业布兰会 这个就业布兰会 会搭配这一次的活动 一起来举办 也希望能够透过 有八个摊位 那也有都是属于这个餐饮 跟这个旅宿的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产商来设摊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来希望让这些 有兴趣在走餐饮旅宿 这一方面的工作的人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这里来寻找他 有兴趣的工作 所以这几个特色 在今年来讲是跟以往 只有办比赛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一次呢 除了结合了比赛以外 还有就是教育的训练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就业的媒合求职 那这些呢 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 我想这一次的活动 除了我们用心的举办以外 另外呢 一定是可以针对我们台湾 尤其台北市的商圈 还有夜市的一些经济 有一些注入一些活水 让他们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 台北市长蒋婉安 也特别清零现场 观赏比赛选手的作品 他表示 期望透过这样的国际技能比赛 让在学学生累积国际竞赛经验 厨师也能提升国际事业精进厨艺 促进职业永续发展 我们邀请包括美国 加拿大 荷兰 葡萄牙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港澳 等各界的精英高手 一起来到台北 所以非常开心 能够再次让台北走入世界 把世界带进台北 让美食之都 再次站上国际舞台 对不对 当然我要非常谢谢 不只是我们参与节工会 还有所有为这一次大型赛事 付出的每一位伙伴 以及这一次参赛的各位大厨们 那最重要 其实台北市 我们有非常多的美食 大家最知道 经典的台菜 有眷村菜 有原住民料理 有客家菜 当然 还有大江南北 北方的面点 南方的江浙 川菜 粤菜 香菜 等等 非常的丰富 台北市更有异国的料理 日式的精致 法式的经典 还有美式的大气 我想总总这些 如果说台北不是美式之都 还有哪里是美式之都 对不对 当然这一次我们的世界出庸争霸赛 除了举办赛事 另外我们也特别安排 包括参与记忆的美学大厂 我们还结合教学 我们有美食学堂 更重要 我们希望能够向下扎根 我们推广参与的记者教育 结合这些记者学校 邀请这些年轻优秀的学子 来观摩 来学习 来感受这样国际赛事的氛围 2024世界储王台北争霸赛 因为疫情的关系 延荡数年 再次盛大举办 让国际好手 角足世界储王殊荣 大会并设立 宁夏夜市 大龙夜市 原住民美食 及胖卡餐车等 各式美食联合摄滩 还有礼品抽奖活 可说是好看 好吃又好玩 记者问君 台北不到 钟家昆平与台师大 攜手举办 手机影制工作坊 为期两天的课程 教大家用手机 产制影音外 也推广公用频道 让民众提升媒体素养 进而行使媒体禁用权 公用频道存在许久 仍有许多民众想使用 却不是那么清楚规则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与中家宽平合作 举办手机影制工作坊 吸引民众报名学习拍摄制片技术 同时了解媒体禁用权 与媒体试读的重要性 公用频道节目是由谁来提供 所有看公用频道的人来提供 你既是一个观众 你也是一个生产者 所以公用电视某种程度 它在跟观众的关系 是观众的角色不同 跟观众关系一样 它还是做节目给你看 TBBS做节目给你看 公用电视也做节目给你看啊 所以它是做节目给你看 所以你都是一个被动的节目的接收者 你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 可是公用频道我做节目 因为公用频道谁才是公用频道经营者 所有并有线电视 甚至广义的所有拥有这个系统的 那个地区的民众 你既是消费者 月听众 你也是这个频道内容的制作人 生产者 但公用频道就是实践媒体 禁用权的一个方式之一 所以民众可以透过投影片 就是把自己的影片放到公用频道上 表达对自己或者是对实证的看法 所以它是一个禁用权的展现 应该说它是一个禁用权展现的方式之一 所以媒体出场当然我觉得是很重要 第一个是基本对媒体的认识 是他们要辨别什么是好的媒体 什么是坏的媒体 然后再加上是他们可以怎么去使用 然后像刚刚我们的工作坊也有提到说 基本的色情裸露暴力或是商业媒体 这个都没办法在公用频道上面做分享 那在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来这边 就可以认识基本的一些媒体的指示 面对资讯爆炸的世代 民众如何从明月听 避免被假讯息受骗 透过公平无私这款桌游 了解到讯息背后可能有许多操作 呈现出给观众接收的模样 不全然单纯真实 也提升辨识假消息的敏感度 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可以借由桌游的部分 然后去了解说公用的那个频道 跟商业的频道的不一样 真消息跟假消息的话 就是可能会先看过 第一次应该是会先看过带过而已 对 那如果他一直反复出来的话 就会想要 会不自觉的重视他 然后会想要去了解说 这个的真实性是如何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全民 都应该要具备的基本知识 就是在学校里面会有学习到 那民众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 像是平常看新闻媒体 或是电视的时候 他们应该要知道怎么辨别说 这些讯息哪些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工作方吸引超过60位民众报名 30多位学员参与 透过理论传授与实作 促进有线电视公用频道的使用 也从而提升民众媒体素养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中山区公所举办一年一度的成年礼 吸引40对家长礼生前来参加 活动中家长为礼生行家冠礼 并赠送传承礼场面温馨感人 中山区公所举办一年一度的成年礼 吸引许多父母带着即将迈入成年的孩子 前来参加 仪式中首先由家长以花环为冠 为礼生进行家冠礼 接着为礼生佩戴领巾 以巾为锦 象征前程似锦 接着由家长赠送传承礼 勉励孩子在迈向另一个人生阶段后 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大人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现在要就是高中毕业了嘛 已经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 我希望就是借由这个活动可以让他理解到说自己已经成年了 然后可以为自己可以去开阔自己的天空这样子 因为女孩子啊 女孩子都比较漂亮 那所以我想说送他一个有纪念性的东西 对 就是我们母女之间的一个默契这样子 对于自己确实长大是更有实感啦 不然平时好像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仪式 让自己好像确切的认知到自己确实是成年长大 这是一个还蛮有意义值得纪念的一刻 那也让小孩子知道说他成年之后该赋予他的一个责任 交给他家里的就一把钥匙 那这个就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开 一个是锁 那开呢 希望他能够迎向未来 然后解开未来的一道道的难关 然后再来就是锁 那希望他能够出门的时候 记得要把家门锁起来 也等于是把自己的脾气锁在家里 然后以后能够除外警言盛行 然后让自己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平安顺利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能够代表我们庄山西民宿会 来鼓励所有的礼生 今天这个办成年礼 祝他们在我们新的人生阶段 都能够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跟抱负 能够说尽量去让自己能够去成长发展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 也在此勉励他们 鼓励他们能够以后都能够非常有成就 我们每一年成年礼 其实就是一个成年的象征 那中山区公所会去安排我们的礼生 这个穿越我们的智慧门 它会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然后会产生智慧 然后会这个 再来就会有璀璨的人生 那戴头冠跟带领巾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 也是成年的意思 能够成先起后 然后既往开来承接社会的责任 那当然也有安排父母亲做一个传承礼 那我觉得这个是成年礼生 最重要的一个成年礼 传承礼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 他们希望能够这个传承他们家 很温馨的家风 把这样的他们家的文化 这个延续下来 这个是在成年礼里头 比较是重要的一环 那当然中山区公所跟民族委员会 也是要这个给他们一些成年礼的这个纪念 那我们有送了多肉植物 那也送了礼券一千块 那当然文昌公也送了这个文昌 帝君加持的这个文昌柄 那中山区公所得送的多肉植物 是希望这个象征 其实成年是一个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那希望他们能够茁壮 他们能够长大 然后能够开启更美好的人生 活动中还特别安排去为团体竞赛游戏 让现场充满欢乐气氛 立委王宏伟与市议员林真宇也亲自到场祝贺 祝福里生们有个充实愉快的暑假 也勉励大家勇于面对自我 拥抱自己的情绪 刚才观察了一下 那我觉得好多女生跟爸爸妈妈的感情都很好 都会这样子出人谢谢姿励 那其实我想最主要的是 跟爸爸妈妈感情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不管是在学业上感情上 或者是在生活上可以多跟爸爸妈妈讲 那如果觉得跟爸爸妈妈不好意思说的 其实包含在学校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的资源 还有包含的朋友 包含的同学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事情 一定要跟人家分享 如果大家会碰到一些 觉得有一点点奇怪的人 特别是有关于你账户上面的事情 或者是打工的事情 最好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好不好 那么洪雅也祝福大家 成年里快乐 也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富富 而且安全的暑假 成年我觉得不是一个所谓要放手 或者是说真的长大了 没有负责 这些其实都是最基本的 但我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成年就是对于自我认知的开始 自我察觉的开始 不管大家是要测过MVTI 或者是说 透过各种不同的测验来去发现自己 最近我才刚看完了一部电影 叫做《脑筋急转弯》第二集 那在里面它刚好正好是讲到 成年之后或者是青春期的转类点 我们可以拥抱自己的各种情绪 开心难过正面负面 不管是任何的情绪 我相信成年就是拥抱自己各种不同情绪的开始 所以在这边就祝福大家好好的拥抱自己每一个情绪 因为接下来的人生是我们可以不断去尽情的挥洒跟释放的开始 那在这边还是一句话 我们永远都是爸妈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拥抱爸妈心中那一个还不想长大的孩子 中山区公所透过举办成年礼鼓励年轻学子展现青春向上的精神 并怀着感恩之心 孝顺父母 回馈社会 同时在众人的祝福下都能够展翅高飞 勇往直前 迎向更美好的人生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园市共同推行U-bike使用者违规祭典制度 累计祭典三次将被停权14天 达7点者停权一年 民众反应走在7楼 任行道上却深受自行车抢到的困扰 担心自身行走安全 台北市交通局呼吁自行车使用者禁止在7楼内骑行 并应下车前行 我是在我们这个大安区的某栋大楼的主委 因为我们深受骑害 是为什么 因为很多骑自行车的人 他们到了7楼他们完全就是横冲直撞 也不会去停下来 那我们的住户有一次他被撞到受伤 可是因为对方一下子就走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说你为什么要撞到我们 所以我觉得说希望就是说 像交通局长们各单位多加宣导 骑楼其实是要停下来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即使走在人行道上 其实我们一定要让他们骑脚踏车的人先过 因为他在后面逼逼逼逼 你不让他过他撞到你就是你的不对 你为什么就不让我过呢 我觉得这是还是希望我们交通部要多多宣导 其实早期在人车震到这方面是非常严重的 可是人车以前早期车是机车 在我们大安区是脚踏车 对所以在我们光是我们东西商圈 脚踏车跟人之间碰撞的率是很高的 把我们巷弄内 然后车车也会去碰撞脚踏车跟机车 所以在道路边 甚至在我们实路口撞到的率是非常高的 那加上我们东西商圈下目前正在活络起来的时候 很多的设施也阻挡到机车的 让脚踏车的行走 所以会让脚踏车到骑楼里面跟人车去争到 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是否应该全面去改善 不管是环境的改善 甚至于脚踏车 微笑单车的基点的改善 让我们人行走的更安全 为提升良好的自行车骑乘文化 台北市新北市及桃源市7月1号起 共同推行U-bike违规计点制度 凡是在骑楼骑乘闯红灯逆向行事 在人行道位里让行人 行驶过程中手持行动电话 负载人员等行为将会被计点 计点最终者会被停权两年 期间无法再租借U-bike 我们的人车分道的自行车道是可以骑乘的 那我们旗友是不能骑乘的 那相关假如没有开放 会有挂设人车共道的 会开放人车共道的 人行道也是不能骑乘的 那这部分 那再特别提醒 就是说民众假如要过马路 穿越马路的话 有自行车穿越道的是可以骑乘 那没有自行车穿越道也是不能骑乘的 那我们希望说 通过我们这个计点制度 那行人就是在行走人行道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安全 更加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 自行车在骑乘的方式遵守相关交通规定 那避免产生事故造成自身的安全 那所以说我们未来的自行重点 我们会一个急驾车先行的 一个警告您催促行人 因为生活圈嘛 桃源 新北 台北 这类的情形 它关系到了我们民众 在行人的部分的安危 所以我们三个首长都非常重视 所以才开了这次的联合计程会 希望我们的媒体朋友 帮我们一起来呼吁 我们对于自行车 骑乘的一些安全要注意的事项 尤其这个季节应该是首创 首创而且会认真的执行 这关系到我们U-Bike的骑士 它以后的权益 我们借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希望达造一个更优质的骑车文化 我们这边其实有那个车号 那个微单的车辆 如果看U-Bike后面有那些车号 车号的话它就可以去追踪当初借的点 然后要去追踪那时候 那个时间点的一些卡号 我想这个部分会透过这样层层的追踪方式 找到当事人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今天我们的交通大队的同仁 还有我们厅管处理的交助人员 会很有重点式的来 针对一些常常违规的地点 来做一些稽查 很多人他可能骑车 他并没有学到相关的这个教育跟经验 我周边其实很多朋友 他发生就是摔车 是因为他拿骑机车的行为 用到自行车身上 怎么说呢 第一个就是刹车 我周边朋友很多就是比方说他就是用骑机车的这个刹车方式 然后到自行车身上 然后就铺接了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状况产生 所以基金会很努力的在想要怎么做 那我们也推动这个校园的单车安全教育 我们进入校园去教孩子 就是国小生 国中生 高中生 这些都会使用在这个U-bike的族群 那告诉他们怎么样是安全的骑车 骑车的礼仪 然后他也可以把这些观念带给他的家人 那这是基金会能做的事情 可是在市政府部分呢 我也很感谢这个就是各个地方政府 因为有了自行车 看到了这个量出来了 原本道路上 到底要把自行车摆在道路上呢 或是摆在这个人行道上面 怎么样才是安全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人行道 是人车共道的 那这个人车共道 就必须要去尊重这个 礼让友善 礼让这个弱势的用路族群 就是比方说我们的行人 我们的推轮椅 娃娃车 这些的用路族群 那这个是市政府来做的努力 交通局提醒自行车在人行道骑程 应在有自行道标线 或设有人车共道标志道路行事 并礼让行人切勿驱赶 打造行人友善交通环境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道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侠海城隍庙 再度攜手担任红娘 举办松山之恋幸福放送的 单身联谊活动 吸引60位适婚年龄的单身朋友参加 配对成功率高达67% 松山之恋幸福放送单身联谊活动 在团拜松山侠海城隍庙月老新军后 揭开序幕 活动借由趣味破冰游戏 快速拉近彼此距离 更特别邀请从法国日本学习甜点来台的 超人气日籍甜点师 折天降大 带领参加者两两一组 享受DIY装饰蛋糕的乐趣 松山侠海城隍庙主委沈锡齐 松山区公所区长郑朝元 以及松山区持有礼 礼长礼祖明等贵宾 更亲自前来祝福 分享宝贵爱情经验 鼓励参加者勇敢追寻真爱 我们办这个甘生联谊活动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坎坷不安的心情 那我们等一下有一位礼长 他就是来拜我们这个月老 然后他就密得良缘 他刚刚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 那这部分我就先破个梗 然后这个部分 那我个人的经验 因为我本来也是很腼腆的人 大家不要看我现在讲话好像很顺 其实我也在家里练很久 我也很腼腆 但是我想说 任各位七个字 就是为自己勇敢一次 真的我当年也是为自己勇敢一次 我也不敢追女生 但是我就是勇敢一次之后 对我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这些各位男生们 你就为自己勇敢一次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男女平等 那我觉得就是不管男生跟女生 或女生跟男生 我觉得大家看到满意的 而是的对象 我觉得就勇敢去追 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群组 有加奈 我也建议大家就是互相加奈 就是多多加奈 然后从奈里面就可以去互相的了解 我觉得现在是会很快容易拉近的一步 我的姻缘真的是我们 峡海的那个院下老人来签成的 我简单叙述一下 因为我的领长在这边当义工 然后我院母有一天来这边拜拜 他说我领长他就说 太太太太你 你是来求我 像你是学生也不会娶 还是台语听证度嘛 儿子还没娶呢 还是女儿还没嫁 然后那个我院母就说 我们一个女生也不会嫁 然后我们的领长说 不然我 我女生也不会娶 不然介绍你好吗 好 不好意思 不是像区长讲我没有来拜 我比较腼 我真的很腼 但是就是因为太腼腆 错失很多姻缘 这是真的 我相信各位 虽然这美女也是很多 很多这种姻缘忌讳 这个女生不错 我想追可是不好意思 这个男的怎么一直 迟迟没有对我提出她 想追求的意愿 然后因为毕竟是女孩子嘛 所以比较更腼腆更含蓄 所以美女们 遇到你喜欢的真的 机会只有一次 有的好机会 你可以释出很多好的暗示 跟良缘 好 所以预祝各位能密得家人 然后今天晚上7点开始 好 这个活动结束以后 逛逛老河街 7点开始以后 就可以到我们彩虹橋 去看一下水舞 增加你们的沟通机会 松山区公所表示 未来也将持续办理 具多元特色的联谊活动 透过不同主题 吸引士林朋友报名参加 促成更多美满的家庭 传承幸福的下一代 一起前往幸福的起点 记者离聚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对现代人来说 无论是工作或日常的大小事 几乎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网络 不过这么多的业者 民众该如何选择呢 近期行动网络测试分析机构OpenSignal 就针对国内六大固网宽屏业者进行调查 根据网络品质稳定性 下载速度 最高峰时下载速度 上传速度 和影音体验等五个关键指标进行了评估 结果出炉 中加宽屏在下载速度与稳定性夺管 并在峰值下载速度与在影音体验类别上 与其他业者并列第一 一天24小时在12个小时吧 一半的时间在网络 对 没有在吃饭或是没有出去的话 在家就是滑手机啊 网络这样 我母家就用WiFi 所以都会常常用得到 工作上 电视上 生活上都会用得到 这次OpenSignal的报告 以六大主要固网宽屏提供商为主 包括中华电信 中加宽屏 凯博 远传 台湾大 和台湾宽屏 并分析了从2月1日起的90天内的数据 许多用户在意的下载速度 由中加宽屏夺管 以平均136.4Mbps 领先第二名多达31% 凯博以104Mbps排第二 中华电信则以94.4Mbps位置第三 而在品质一致性方面 同样是中加宽屏 以81.2%领先群雄 并且在峰值下载速度 与凯博并列第一 最快可以来到530.1Mbps 速度要一定嘛 对不对 不能每次一下好 十好十坏这样 就是速度那些 就不要这样卡卡的就好 因为视讯速度嘛 也是一个 然后跟画质 我觉得也有差 因为其实速度 就是会影响到画质的清晰 速度 我不希望我速度 会被lag 或有什么问题 会延后我们的这些 上传下载的动作 在影音体验方面 各家表现相差不多 中加宽屏 中华电信 凯博 台湾宽屏 均获得约74分 共同并列第一 报告中所有主要的 顾网服务供应商表现不错 这代表用户家里的影音传输 载入时间令人满意 几乎没有卡顿 而才如此重视网络的现代 这份报告也提供民众一个 专业的参考依据 让大家可以不踩雷 轻松选择到服务好 专业家和物超所值的 宽屏网络业者 由于常有民众反应 受到诈骗集团 法茂的催缴水电费减讯 以钓鱼的手法 引用民众点击连结 台水及台电公司 配合数位发展部 从113年起 推出了111短码减讯政策 统一由政府专属的减讯平台 发送短码111减讯 台电客服中心您好 B心里编号A43 很高兴问您服务 台电客服人员离家 仔细的回复用户的问题 这里是台电北部客服中心 客服中心方面证实 近期多次接到用户询问 催缴简讯真假 通常用户会先打电话来说 我想查一下我家 我有没有欠费 因为我收到一封简讯 可是我也不知道 这是真的还假的 那我们就会先跟他说 就会先问他贵姓 然后会先跟他确认一下 他的用电地址或是电号 我们会先去帮他查是否有欠费 警政署新市警察局方面分析 诈骗集团主要都是利用民众定期缴费的习惯 以及对公用事业单位的信任 透过夹简讯夹带连接吸引民众点选 他多半都是利用民众这些可能固定型的会消费的心态 然后再以不明连接的方式 然后让民众去点选 那当民众他点选了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一个画面 就是要你去输入你的信用卡的这些资讯 那民众他当他以为说 我只是方便我上去缴钱 当他输入了这些资讯之后呢 随即就会接受到一些盗刷的简讯 为了避免民众受到诈骗集团钓鱼简讯诈骗 台电公司与台水公司共同配合数位发展部政策 从今年起在简讯通知设有111短码 让民众辨别真假 台电方面也强调 简讯通知绝对不会设有缴费连接 提醒民众注意 台电的这个吹脚的简讯 上面是从今年的111 3年的1月起 我们是使用国家111的简讯通知 上面有111的代号 那我们上面是有欠缴的 用户的电位的月份跟电号 那不会有这个简讯上面 不会有任何的连结 除了认明简讯短码111外 刑事局方面更建议民众 多做一道查证更安心 即便他是政府发送的简讯 也可以再做再三确认的动作 譬如说如果你要缴税 或者是你有中华电信的账单 你可能觉得 收到说我可能没有缴 那你也可以去使用 譬如说超商的iBone 或是做一些 譬如说App 对做一些再次的确认 然后确认说自己真的没有缴交这笔费用 再去进行补缴的动作 台电方面则呼吁民众 拨打1911客服中心专线确认 避免受骗上当 那事实上民众如果收到这样外界的这些 诈骗的卷讯 是可以打电话到我们1911 我们专人都可以确认这些卷讯的真伪 当然我们165专线的反诈骗集团专线 也可以来做一些查证 除了分辨加减讯外 刑事局也提醒民众注意诈骗电话 尤其是来电号码前端加冠加字 都是来自境外国际电话 如果该来电号码显示是公务机关 或者是国内私人企业的电话号码 就是诈骗电话 民众接到这一类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 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民众 如果有医疗用药的需求 应至合法的医疗机构就诊 切勿轻信一页市网站的广告 以免伤财又伤身 民众滑手机经常可以在脸书 Line及各大网络平台 看到一夜市广告 台北市卫生局近期发现 有不肖业者以假的图片 或擅自利用医师名义 制作一夜市广告 呼吁消费者购物前要特别留意 常见的一个一夜市广告 会有以下的一个其他特征 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网址 是比较拼音比较奇特的 另外会出现有大陆的一个用语 或者是简体字 另外它可能会透过一个限量 或限时的一个促销活动 特别是长期的一个 就是倒数计时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另外它的售价可能是明显低于市价 另外它可能就是只留下一个 就是网路的一个联络的方式 没有实体的地址 或者是一个实体的一个家用电话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另外它会强调货到付款 同时也会强调期天的一个现鉴赏期 让消费者卸下它的一个新房 然后吸引消费者进行相关的一个购买 所以这边要呼吁消费者在购物之前 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并没有商当 除了刚才讲的医生被打工之外 实际上在我们也接受到很多的药厂 包括国外的药厂 大药厂 包括国内的药厂 甚至包括药局 还有网红的药师 都曾经被冒用 用在这一些一页式的诈骗 你点一去之后就发现 只有点对到一个单独的网页 那我们讲到一页诈骗就是 它没有其他的副的网页 你也找不到什么购物栏啊 也找不到电话 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联络资讯 然后就叫你填下单买东西 那这些就是几乎90%以上 甚至99%大概都是一页式的诈骗 卫生局提醒可以在网路上贩售的 仅以类成药 其余药品借不得于网路贩售 另外药品如未经核准 寄送到国内或超量攜带入境 最重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1亿以下罚金 民众千万要小心以免触发 那根据药室法的一个规定 就是不管是制造或输入药品 都必须跟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也就是我们的食药署申请查验登记 经过食药署核准 并且发于药品的一个许可证之后 才可以制造或输入 如果药品没有经过核准 就会寄到国内或者民众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个人自用的方式入境超量攜带的话 都是属于未经许可三次输入 这个禁药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会依照药室法的一个规定 最重可处以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个病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的罚金 那卫生局在去年就击查了1200多件的 这样子的网络贩售药品的一个案件 那针对于跨大陆史的药品广告 或者是网络贩售药物不明的一个药品呢 民众一定都要提高警觉 不要在网络上去买处方药 这最基本 因为你根本一般民众可能根本分不清楚 到底是杂片还是真的就进去了 所以不要在网络上货买处方药 包括刚才讲的减肥药 壮阳药安眠药等等 为什么第一个 刚才讲的这些如果是一个知名的 或是正规的药厂 甚至是它只要登记在台湾的药厂 药商或是药师 它都不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它一定会被担到 会被抓到 而且影响到公司的生育 影响到个人的生育 又被罚款又被违法 卫生局呼吁民众 对于夸大不实的药品广告 或网络贩售来路不明的药品 要提高警觉 牢记五不原则 另外食品不具疗效 切勿轻信夸大不实 宣称疗效的食品广告 以免延误就医影响病情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为了提升民众防灾意识 及强化灾害防救的应变能力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 举办地震疏散演练活动 强化各防灾单位的应变技巧 深化邻里自救功能 地震发生后 余震不断造成建筑物严重受损 引发大火冒出浓烟 搜救人员随即架梯进行搜救 顺利救出一名遭抢商住户 并送往医院急救 随后消防人员进行洒水作业 顺利将火势扑灭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 举办地震疏散演练活动 演练串联各种情境 包括里干市及防灾市 进行防灾宣导 灾情通报演练 启动灾害应变小组 灾害地区住户疏散 以及防灾抢救演练 灾害现场复救等 透过逼真确实的演练过程 提升民众离灾防灾意识 苏联中游离机关事座 不正发生迁暖 实际中发生迁暖 实际中发生不受伤 尽身防灾意识 这次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到民权里 跟我们民权里陈允理理长 所带领的防灾应变小组 一起合作避难疏散 整个过程当中有考量到说 当灾害来临的时候 怎么样引导跟疏散 甚至怎么样让民众 第一个时间到正安全的地方 最主要今天演练的目的是 让我们防灾的第一层机程人员 知道他自己扮演的角色 当状况来临时 能够如何来应变 那我们秉持的一般的观念 就是说防灾重于救灾 当然今天断言的就是离灾 又幼于防灾 所以每个防灾的工作 是还完相扣 所以我们也会落实减灾 整备应变跟复原的 一些重要的防灾工作 演练活动更邀请民权里 里陈应变小组成员 防灾室新著名及防灾NOU团体 共同参演 深化里陈自救功能 民权里更动员了20位里民 参加演练 提醒民众随时保持警觉 做好灾害应变的准备 我们很开心的这一次 大同区的防灾演练 办在我们民权里 那我希望我们办的能够 有声有色而且要生动 所以我们这次动员的 里面有20个 那当然还有来关关系的人 那我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演出 能够成功 也对我们以后的防救灾 会有很大的帮助 反应非常好 而且他们非常配合 比如说这边本来有放机车什么 经过我们贴在里群组公告以后 然后他们就慢慢的离开 而且他们也理解 就是做防救灾演练 就必须把道路清空 我们大同区的防灾公园 是在育泉公园 那是在育泉里 那我们从我来报到之后 我们就开始在不同的里 最主要是让当地的里 能够熟悉应变的一些工作 因为里长本身就是防灾室 那我们最主要是到个里 是让个里的应变小组 每个里都应变小组 他能熟悉他自己扮演的角色 跟状况男女士如何来应变 区长方月琪表示 平时准备作业尤其重要 因秉持料敌从宽 欲敌从严的精神来面对 并期望透过公司协力 强化社区自主防救灾能量 达到灾前预防 灾中应变 灾后复原的目标 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李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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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不害不害 誰玩的 哪怕玩 誰要从哪怕哪里过来玩的 我們是从台北 哇 从台北这边过来的 诶~~ 不能爱区 不能爱区喔 所以跑过来是不是 对啊 那觉得暖暖伴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 就很好啊 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 然后爸妈可以带小朋友来这里 一起玩水 一起同乐 很开心这样子 有没有多认识暖暖 有啊有啊 就是整个规划都还不错 还有表演什么都还不错 对对对 常常每年都来吗 近第三年了 来第三次了 有没有觉得规划越来越好 有有就是动线跟安排就比较好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 七度七度 好不好玩 好啊好啊 一年一度的基隆清水季活动 在暖暖清水公园热闹开幕 各式各样的细水设施 让前来玩水的亲子朋友嗨翻天 你在玩什么 我在玩水枪啊 好不好玩 好玩 你们很凉快 有 很凉 那你们今天几个人来 四个人来 四个人来 那你带四把枪哦 对啊 哇 那你同学咧 嗯 那你们怎么玩 嗯 我们就是玩水枪大战 基隆清水季正式展开 市长谢国良 立委林佩祥 暖暖区长陈如东 跟议长秘书杨文和 市议员怜恩典 陈冠宇等贵宾 都到场参加开幕启动仪式 与民众一起清凉同乐 在池子中不要奔跑而以免滑倒 注意安全 再次感谢现场贵宾贵宾共襄盛举 首先先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我去年玩这个清水季玩得太开心了 还会还滑倒了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小爱爸爸去年的经验 今年玩水千万不要跑 有很多人还误以为说 我是不是故意的 其实真的是清水季就让大家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像小爱爸爸去年一样 就是会突然想要跑起来 因为很兴奋 然后我们最近也持续在盘点 更多的公园空间 一方面有一些宠物的功能 一方面也会有清水的功能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仍然在继续的推动当中 那有什么进度 也会来跟市民朋友分享 那最近天气也越来越热 那以上都是一个好山好水好地方 那我们现在想把好地方上面 再加上三个字 好好玩好有趣 那因为暖暖来讲的话 我们有山我们有水 所以在这边我们这个清水公园 在这边佩祥肯定我们基隆市府的用心 同时之间也未来 如果有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 那去佩祥也会尽全力全助市政府 这一年大宗非常认真我们的志工 不管在我们树木的维护 以及的养护上面 让我们在这么热的天气上 也能够有很好的天然的遮阳的地方 我们再次要谢谢我们的志工所 也感谢我们市长 特别让我们暖暖打造一个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 也就是能够清水 他完全是在外地工作 重新回到暖暖创业跟发展的团队 一个是三层相识的林大哥 另外一个是山水草间的柯大哥 他们两位在现场 他们两位可能不在现场 刀朝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只要我们的社区越做越强 只要我们的官民连线 政府跟民众一起合作 推动暖暖的观光跟发展 就会让更多的中壮年 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 愿意回到暖暖 基隆清水季活动即日起到8月31号 欢迎亲子朋友来清凉过暑假 今年公司部门也一起规划了许多暖暖在地的 自然生态跟文化亲子活动 欢迎民众一起来深入体验暖暖之美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因应基隆转运站启用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连夜赶工 设置三处临庭街送区 包括了国光客运临时站后方的空地 海洋广场前面 以及港西街上原本的公车总站位置 提供接送车辆临庭使用 为了方便民众载送亲朋好友 到基隆转运站搭车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展现极高效率 连夜赶工设置完成相关配套 方便市民上下班 另外也贴心制作大型指示牌 让有临庭需求的民众 能一眼就很清楚的辨别 基隆转运站预计就是明天 上午早上我们就会正式来启用 那我们从昨天跟今天 因应整个转运站的部分 我们在俗称的我们国光客运临时站 后方已经划设了一个临庭区 包括民众以及计程车的一个等候区 另外我们之前在海洋广场 国光客运下车的地方不再停车 全数会供民众一个临庭区 以及我们在公车总站已经猜测完毕 在港西界这边也会提供临庭区 我们市民好朋友只要看到 接送临庭区 这个黄色的牌子就可以来临庭 那方便市民好朋友来上下车 进入我们的一个转运站 至于民众进入基隆转运站 要搭哪一条路线 经过压力测试跟民众建议 目前交通处已经把国道客运路线 跟公车指示牌已经完成设置 放在上方最显眼的地方 让民众不会迷路 经过这两天的一个市营运 那市民好朋友主要是建议我们 一个转运站的路口 要专人导引要比较明确 那我们也制作了牌子导引各位 那第二个是在国道客运 后车的一个月台 要标示各个路线 那在昨天下午已经全数完成 那市民好朋友进入转运站里面 只要看我们各路的一个公车 国道就可以到所谓的排队等候区 等候上车 因应基隆转运站刚启用 市府交通处展现效率 为搭车民众服务 因此规划加派人力 在出入口拿手举牌 以便市民和外地游客 都能快速便利的到达后车区域 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减少营运阵痛期 让搭车民众对于基隆转运站尽快熟悉 便利通勤 我们市民好朋友可以从我们国光临时站的后方 也就是大顶棚的下方进入我们转运站的二楼 那会方便搭手扶梯到二楼的部分 另外在中一路跟中山一路的一个交界的地方 也会有一个进出口可以进入我们转运站里面 那另外搭乘公车的部分可以从我们中山一路 整个有一个长廊型的一个公车后车亭 所有的一个公车的部分 我们会从公车总站移到那边去统一做发车跟上下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首度举办市长杯叠杯锦标赛 在仁爱国小体育馆热闹登场 来自全国石县市 从4岁到84岁将近300位选手参赛 因为我们地缘现学现卖刚刚全位 所以我们地缘叠333 我们的环境叠363 OK哦 我们准备了哦 Ready Go 哇 太棒太棒 基隆市议员于三发 何淑平 跟来自嘉义热爱叠杯运动 曾获得总统教育奖的陈淮恩同学 进行叠杯大PK 带大家轻松地认识叠杯运动 中华竞技叠杯运动推广协会 首度举办这场市长杯叠杯大赛 市长谢果良出席开幕典礼 欢迎各县市选手齐聚基隆挑战 我看这个碟杯啊 非常的适合基隆 因为都在室内举行 而且老少街 我看到这一次的参选的 年纪最小的是4岁 是来自桃园的范城伟同学 最高龄的是来自我们基隆市 84岁的兰融智先生 我们掌声为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 今天看到大家那么热烈的参与 也相信别杯这种老幼咸宜的赛事 会非常适合基隆 因为我们最近也增加越来越多的 室内运动及活动的空间 希望能够在多余的季节的时候 提供给市民更多运动的选择 那么我想叠杯就是非常适合 所以再一次也谢谢 大家今天举办这场活动 也更要谢谢提供这么好的场地的 台湾国小陈校长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推动更多 叠杯的赛事比赛跟活动 让大家因为我看这个可以修炼 各式各样的协调反应速度等等 都非常适合 这场叠杯竞赛 参赛选手从4岁到84岁 市长谢国良说 叠杯竞赛老少嫌疑 不受环境限制 未来相当适合在基隆推广 让有兴趣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参与 记者黄瑞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议长童资伟特地牵线台电公司 以每学期10万元的经费 任养基隆商工篮球队 鼓励机商篮球队继续努力 打出更好的成绩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资伟和直篮球员林志杰 以及同样出身基隆商工的球星蔡文成三个人 一起到基隆商工和篮球队员们一起切磋练球 由于基隆商工篮球队近几年来在HBL 也就是高中篮球联赛中成绩亮眼 不过也经常受限外界给予篮球队经费的支援 因此去年球队没有如愿进入前八强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特地牵线台湾电力公司 由协和电厂办理的主动关怀专案计划 长期生根继任养电厂周边学校球队案 以每学期十万元的经费 任养基隆商工篮球队之外 并且和直篮球员林志杰 以及蔡文成三个人 共同致赠三万元加菜金 鼓励基隆商工篮球队继续努力 打出更好的成绩 我们基隆商工这几年 在篮球的环境上面非常努力 去年也打进HBL16强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 我们林志杰还有蔡文成 蔡文成是我们基隆商工的校友 我们三个一起来自证加菜金 来鼓励基隆商工继续努力 我想基隆商工在校长、组长 还有教练的努力之下 我们球员的招收也非常的努力 也希望我们在基隆商工未来 可以在HBL的成绩 可以打出一番更好的绩效 我们最近也争取了中央台电的补助 增加我们基隆商工的资源 希望我们作为球队的后盾 让大家更无后顾之忧 可以继续努力在赛场上为基隆争光 其实现在台湾很注重篮球这一块嘛 因为毕竟环境越来越好 其实我觉得变成说他们在基层的方面 多珍惜羽毛爱惜羽毛 其实我觉得因为篮球环境越来越好 他们会越来越棒 因为他们能得到的资源会越来越多 对于议长童子伟和直燃球星们 最实际的鼓励 基隆商工篮球队由衷感谢 基隆商工未来发展的还是一样 就是以快速的转换球风 然后去建立大量的得分 然后去做转换快空的事情 对因为我们补强的选手 不然都是以族的选手 那他们经验也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会透过大量的比赛 去累积他们实战的经验 基隆商工篮球队 是我们基隆区唯一的一个 甲组的一个篮球队 那我们一直期盼 我们能够在地的生根经营 那也希望在地的企业 能够赞助我们球队 那这一次呢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 童子伟议长的一个引荐之下 将我们台电的一个资源 能够带进来给基隆商工 那未来呢台电将 以每学起十万块来 任养我们的 基隆商工的球队 那我想这一笔经费 对于我们的训练 对于非常的重要 童子伟强调 基隆商工篮球队 是基隆打造篮球训练三极致 重要的一环 环境过来创造 努力夺牌就交给你们 一起为基隆加油 童子伟和林志杰 以及蔡文成 和基隆商工篮球队相约 如果今年基隆商工篮球队 在HBL打进前八强 会再回来学校 和大家一起打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营养化碳终结者Noco醬提醒您 无碍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庄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